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叫做同期比较 好,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同期比较 怎么画 那各位知不知道同期比较就是2020 2021年当作是基准 它跟2020年来做比较 好,我们来去看同期比较图怎么画 空白地方点一下 同期比较最适合的图是折线图 然后这个折线图下面就是放1月2月3月的月份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进口日期二 然后接下来你要选择这个 向下探索,多向下探索 你要选两次 点一下是从年变到季,这是季 再点一下它变成月了 可以吗 下面就变成1到12月 然后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放值 现在你看到的是 这个1月的意思是指 2011年加2012年 1月加2012年1月加2013年1月 一直到2021年1月 那我这边应该是要有 12条线 一年一条线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有看到 轴 土利 我就只要把这个 进口日期二 搬到土利这边 然后再把 进口日期二 改成日期阶层 我就有12条线了 那你要知道说通常我们只比 其中的 两条线 所以 有 第1种做法 就是这一格 点 然后 扛作战案柱 就是你选到2021年跟2020年 我建议扛作战案柱 再点 2019年 去看一看 2020跟2019的变化 我觉得 这样子的图 这样子的图 不好看 所以我要教你们 如何把它改成 古 点 图 骨 骨头的骨 骨头是指 这条线 那个点 是指 1月那个点 2月那个点 3月那个点 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 有12个月的时候 特别有人就是把它标成三角形 好 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是点选 请点选那个 视觉效果 的标记 然后 接下来呢 请把那个 标记 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那我们说设到10 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清楚的 去说明12个月 那真的有人 不喜欢原点 他喜欢用三角形 这张图 我们会缩小来去 呈现 可能大概就只会呈现成这个样子 好 我现在呢 针对这个地图 地图 复制格式 复制格式 等一下 然后 贴到他 你看 他是不是就会有 标题也设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标题 标题 修改一下 这张叫做同期比较 近三年同期比较 近三年 月 月份别 同期比较 好 请点选 一样这张图的格式 然后 请把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 一般里面的标题 文字改成 近年 近口 直 同期比较 然后 建议是放在中间 好 接下来 来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想有一个代表性的图 叫做 环圈图 所以我用 环圈图 这个环圈图 我想要呈现就是 各地区 的 进口统计 所以各地区 水平沟地区的 值 你能看到 亚洲还是占最多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在那个 各地区的比较里面 亚洲地区 是我们的一个 进口依赖的地区 好 复制格式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 去画这个 原型图 记得原型图的一个标题 格式 一般里面的标题 设定为 各地区 进口 统计 好 所以亚洲地区已经超过了 三分之 将近三分之二 64.5% 就已经占三分之二 所以 你看当我点了 202 这个是202 好 然后 这个地方 他强调的区域 变成 亚洲地区 变成64.5 然后他选择的 这个地区 强调呈现 来 先把这个 环圈图改成 树状图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亚洲 呈现出来的数字 可是 2021年 你看 他这边 同样都是用 数值的方式来去呈现 来教你们另外一招 我们用比例来去看树状图 好 首先 首先请打开 这张树状图 请打开这个值 请把值 值 有看到这个值 将值显示为 总计 百分比 好 你看 当我们今天看到 整体 整体的时候 这是第一 好 亚洲 北美洲 欧洲 那我们来看 2021年 亚洲 北美 欧洲 这边是2014年 2014年 中东 中东 跟北美洲 中东 2014年 它是第二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固固图 对不起 叫断带图 断带图 断带图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的横轴是不是年 各年 所以请勾 进口日期二 他就放来轴这边 接下来 我假设想要去看 想要去看 就是 各个 先看各个 地区的变化 所以勾 地区 值 就是我们的值 好 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四九大课表 对不对 好 那从一端开始跟你们分享 这条图 表格 地图 那个 红旗笔帐 寿状图 还有断带图 这些图 每一张图应该都 它有存在它的一个意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 在里面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 收集这些资讯 把它 撰写出来 然后 假设当你在为新的资料再去看这些 资讯 有没有改变